大家好,相信喜欢姜涛的朋友,昨天应该感到又开心又忧心 因为姜涛昨天在 IG 上传了一些片段及相片 也看到她工作了三、四十小时,没有睡觉 为什么开心呢?一种粉丝一定是开心她的工作 包括季前赛ViuTV的剧集拍摄,又或者广告拍摄 马不停蹄,身为一个艺人,多工作是非常好的 但另一边相又很担心她身体的情况 我看到网民有两点很有趣 第一点就是姜涛觉得有个暖风机就够了,不需要女朋友 因为暖风机也足以够暖 很多朋友都会说,其实不是的,女朋友会更加暖 第二点就是,都觉得很担心她身体的情况是否负荷得到 我自己看下去的时候,我都是觉得同大家的想法都是一样 都是觉得在现在的市道,现在的情况 是当红炸纸鸡才可以有这么多的工作机会 其实有很多影视人,相信因为疫情关系,无论剧场 又或者是电视电影,又或者是短片拍摄 其实都因为很多因素而停下来 所以你见到姜涛能够有这么多工作机会的时候 一定是替她感到开心 而且你也知道姜涛也是热爱工作的 虽然她口说经常提到要退休 但我觉得刚刚在Dudu姐的电台访问 她也说可能会看情况有些变数 当然身为粉丝都不希望她这么早退休 她今年只是22岁 仍然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正正是因为这么长的路要走 所以你见到她 一方面当然是见到她这么多工作 我会看她感到很开心 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她身体是否真的负荷得到 尤其是虽然22岁 有很多朋友留言说 你还年轻 现在趁年轻肯薄肯挨 是很好的 有这么多工作机会 这是不能够否认的 多工作机会是同意的 年轻年轻也是同意的 热爱工作也是同意的 但始终一个人的身体 都是有她的限制的 如果在这个片段里面 不如大家先看看这段片段 看完你不知道有什么感觉 虽然环境声比较吵 但你都听到她说 其实都工作了三四十小时 是没睡过觉 也都未计她现在休息过后 要继续去拍摄一个广告 再当她拍摄广告快 都要四五个小时 即是说接近四五十小时是没睡 哇 铁人吗 虽然有人说 不是 你四十小时没睡过 那之后 你忙完这份工作 那你给回四十小时 你休息便可以 但其实身体的运作不是这样 虽然我不是中医 又不是西医 但我都听过一下 就是说 人有时排毒的时间 大概晚上十一点钟 如果你十一点钟之前睡 就效果更好 可以身体帮助排毒 但如果你太晚睡 甚至你是要熬夜 甚至你是不能睡 你的身体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荷 短时间可能一次、两次、三次 你以为没什么 但其实日积月累 又或者是她遗留了下来 对她身体的那种影响 其实真的不知道 所以在这里 其实都是很担心姜濤的身体情况 是否真的能够负荷得到 其实都很希望跟姜濤说 其实一种粉丝 是很喜欢你的创作 这是一定的 可能你都会担心 如果我可以拍多些广告的时候 或者多一些收入的时候 可能未来的MV制作 又可以多些资源去拍摄 可以做多些更加优质的MV 正如姜濤之前所说 在这个镜中镜的MV里面 都所谓不菲 又要封那条隧道 又要拍一些街景 否则的话 你在一个Studio 里面 你整块绿色的幕 然后做后期电脑的效果 其实都是很简单 亦都可以很省到钱 但是姜濤又不想是这样 她希望能够将最好的 带给粉丝 而最矛盾的就是这里 实际观众 爱你的不单是 你影片制作的高质素 更加是你所做的一切 为什么呢?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粉丝 都喜欢你的性格 亦都喜欢你的善良 你的单纯 你的不计较 你经常照顾MIRROR的11个队友 如果站在粉丝的心目中 我相信你的健康是第一位 是最重要的 你作息是否能够平衡 是否有一个充分的休息 你的工作是否能够开心地去做 因为始终演艺的路 不是一时三刻 亦都不是真一朝夕 而是你22岁仍然有一个很长的日子去走 所以希望你能够好好地去处理身体情况 同样地,我也不敢太强地去对花姐有些建议 又或者是她的经理人公司、制作部 都知道姜濤现在真的手可热 在这个无论广告界也好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功能都好 都是非常之受欢迎 但是始终受欢迎就受欢迎 虽然人是要尽其才的 但是都是要好好平衡一下她的作息 否则的话 一时可能会觉得都能够顶得住 但是去到如果经常在这麽 的设计下去工作的话 第一可能觉得她生理上 会透支,未必能够顶得住 第二就是长远对她的身体健康 可能都会不太好 第三就是会不会在这麽繁忙的工作之中 是会缺乏她的关系 是会令到她拍摄广告也好 又或者是其他工作的机会也好 都会因为身体的情况 心理健康受到影响 当然是也不希望见到 但同一时间也不希望被压力 花姐 只不过也是一个温馨小提示 可以的话 可能 十个广告 会不会是考虑 调节到七个 八个 以至到她能够多些空间去休息 因为我觉得 足够的休息 才能够支撑到她身体的情况 去继续支持她的创作 我知道她的脑子里 可能只是想很多不同的东西 很多精益求精的东西 很多点子 很多创意 都必须在生理上能够支持她去做 所以希望花姐能够考虑一下 会不会从事如流 在这个工作量里 尽量帮忙 都知道有些时候都困难 比如环境里 可能你要处理篮球场 真的要凌晨时分 才能够用到篮球场去拍摄 广告可能要就客户也好 就其他的艺人也好 或者就网后也好 都是要接着她 你回顾过去的艺人 可能都经常是两天三天没得睡 但是始终人真的不是铁组 人都是肉体 都是要有一个好的休息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 花姐能够考虑一下 会不会调节一下工作量 以至到不会再出现 连续工作三四十小时 虽然你说可能 间场的时候 都可能会有些休息时间 但始终 是否真的能够有一个深层睡眠 让她有一个 无论是心灵 或者是身体的放松 其实我觉得那一件事都很重要 在这里也跟姜涛说 无论你的制作 如何都好 我相信一种粉丝都会很支持你 希望你能够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 以及重点去说 粉丝们对你的提醒 其实女朋友也很重要 暖风机当然重要 但女朋友也很重要 在这里也继续祝愿 姜涛今年都能够身体健康 都能够在工作上 都能够作息平衡 能够好地去发展她的事业 在这里也祝福各位的朋友 都在这个疫情底下 相信可能都足不出户 或者是要出街上班 或者是做事的时候 大家都要小心自己的身体 保重 希望在这个艰难时期 大家都能够继续 坚并坚地去同行 也都很多谢大家 一直以来对这个频道的支持 如果你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也希望你给个like comment一下 然后share出去 如果可以的话 也希望你考虑订阅 记住按一按铃铛旁边 选全部 就会收到我最新的影片 在这里再一次多谢大家 再见 by bwd6